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偿命半路遇见狼 狼把虎来吃 腰身便待望 世间全是更迭 宿命轮回 是亘古不变的规则 而代价是 生灵涂炭 天干物造 小心火烛 关门 关窗 还没回来 需要去这么久吗 小的去看看啊 那里多使用 小五啊 快点啊 大家都等着你呢 小五啊 小五啊 我说你 不好了 带哥 生事了 生事了 滚啊 慌什么 有你山哥在呢 带哥去看看 走 带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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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那儿 在那儿 这小子怎么躺着的 是不是死了 别吵 快去看看 快去看看 快去呀 去呀 这什么呀 我不知道啊 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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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什么事 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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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吓死我 你吓死我了 你 行啊你 你这是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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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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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有个影子吗 在小爷面前装神弄鬼 兄弟们 给我上 这么臭 我去退马 这个弹鬼啊 我看你往哪儿跑 你去哪儿 滚啊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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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潞 皇神小禁 这个时间在城外走动的 除了罪犯 就只有九门位 九门提督因皇城九道城门而得名 地名兵师良美九球官 在九门之内没有破不了的案子 陆雪 打他呀 陆雪 这回是个男鬼 在哪儿 这算什么男鬼女鬼的 自己好好看看 一花 你 鬼皮人面 你是真贱哪你啊 不对 不对不对不对 陆萱 刚才他有三只手 假的 假的 还不对 还不对 刚才除了他 在后面追 还有一个鬼火 余县加黄林 就像放风筝一样 鬼火就追着你跑 懂了吗 跟小爷变戏法是不是 你看我是不是 他 他看我 他看我我就得打了 是不是 我 我 你让你看我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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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你看我 带走 皮鞭 辣椒粉 脑脚心 都给我刺头着 好嘞 不狠点 这什么 不知道 先留着吧 说不定有用 走吧 继续行逻吧 那会儿 这不得又遇到个鬼吧 我 我 你干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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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哎呀呀呀 这郑大人好像在醉仙楼板寿宴哪 他居然不请小言我 太没演过 按你这逻辑 那我岂不是这试试 就要 为什么呀 我走哪儿都带着你 这位少侠 不得不说你很有演过 别来这套 是郑大人 郑大人 郑大人 在这儿 是郑大人 郑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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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去 你为什么杀我爹 你究竟是谁 你为什么杀我爹 你打扇 爷爷来了 你 追不上了 追不上了啊 咱俩打不过人家啊 没事吧 我没事 走吧 回去 回哪儿啊 回去查 郑大人还躺着呢 别比划了 不是剑舌 那是 夜叉的长歌 也不是 这不是 那也不是 我知道了 陆萱 是长的指甲盖儿 你看 不是 这个不是我 你 记住了 东西不要乱扔 特别是能够成为 呈堂证供的东西 为什么呀 因为如果他上不了堂 你就得上堂 为什么呀 我看 看守着呢 看守着呢 这是找文显查 什么的 你走啊 听说是 凶手的手有问题 好啊 一哥一哥看 没事 咱们都是凶手的吧 对 你送他查呗 看 你看看 你看看守着呢 对 对 但我没收到这 杜总领 他的手有伤 这 他呀 他的手有伤啊 他 是不是他杀的啊 对啊 我去不走 你這可不好說呀 別碰我妹妹 怎麼傷呢 我也不知道 哥 疼 你這麼吹不對 我來給他吹 打傷 你是宴會的舞女對吧 你怎麼知道的 我沒有不瞎 你勸勸這件誰不知道 那你又是幹什麼的 我哥啊 他是煙火師 全京城 他的煙花放得是最好的 陸統領 本家 陸統領 鄭大人出事的時候 你在身邊嗎 當時我一直在大人身邊 伺候著呢 那在宴會上 都有誰接近過鄭大人 這小的可記不清了 當時這些貴人們 都忙著給老爺敬酒 這人來人往的 他就 走 陳大人 請 你手會來上 啊 哦 對了 當時老爺出事的時候 如月姑娘 一直在老爺身邊跳舞呢 我不龍 不得了 ドドドドドド Op 好 不遷了 抓不抓 抓你个头啊 多谢各位配合 你们可以回家了 可以 快快快 快走 快走 这就放了 我去跟着咱们俩 为什么 因为你聪明啊 你这个理由 我竟无法反过 你们说 这会不会是冤魂索命啊 是啊 老爷当官这些年 朝家 诸九族 说不准哪个就是被冤死的 而且 老爷死得这么蹊跷 这 这 八成就是冤魂索命啊 你们说我吓死了 我吓死了 我吓死了 说这一会儿 我能不能在府里 干活了呀 云大人 兵部尚书正言 今晚在最先龙 遇此身亡 谁在那里 陆统领在 让他们今天 马上都警醒点 有事 速速汇报 是 放火 刘雨 被冤身 撤身 就走了 雲真狗贼 我用永端说在你身边潜伏的数据都无法惊世 你到底在风险吗 叔叔行礼 我们马上离开京城 好的 哥哥 义父 陆寻哪 我听九门卫说你在案发九龙看到叶叉了 是 没追上 这也怨不得你啊 我和这个叶叉可以说是老冤家了 我查了他十五年 可是到现在 我也没查出名堂 十五年前 我爹为什么会出现在犯贼的名单上 义父 你真的不知道吗 你不相信我 是孩儿誓言了 义父对孩儿恩重如山 孩儿只是 你只是太心急 当年是我 肃清了京城里的前朝余孽 你爹是什么样的人 我心里最清楚 可是 想要为你爹平反 绝非易事 没有证据就质疑圣旨 那是死罪 义父教训的是 正言乃是兵部尚书 他死了不是小事 这件事情 你要多上点心 今天在案发现场 有什么收获吗 宴会上的舞女 和烟火师兄妹二人 又可以 有头绪就好 记住 没有铁证 不能抓人 这九门 不能有疑案 更不能有约难 还是知道了 我 醒醒 爹 你别催我 爹 爹 我想回家 我受不了了 爹 爹 你别催我 爹 爹 我可没你这么笨的儿子 人还在里面吗 这 这怎么这么疼啊 你是不是打我了呀你 谁打你了 你呀 怎么这么疼 不好 出事了 屋里没人 他俩不会跑了吧 风如月 太别人打晕了 如月姑娘 醒醒 醒醒 发生什么事了 昨天晚上 我和我哥要回来休息 忽然间就觉得 后面被人打了一下 然后我就晕过去了 那在这之前 你有发现什么异常吗 没有 对了 我哥呢 应该是被抓走了 他 你别动 那是我哥的东西 我东西不动呗 快跑 走 快跑 快跑 你没事吧 我倒是没事 就是你朋友他 他没事 你的脸脏了 我帮你擦一下 谢谢 你这个重色精友 见死不救的家伙 你知不知道就刚才 你关门的那一刹那 我的心都碎了 我在里面呢 你为什么要关门啊 他脸上脏了 你就帮他擦擦 那我脸上脏了 你也帮我擦擦呀 你这个耗子 你们兄妹啊 我跟你说 这都不是什么好人 要不然这屋里 怎么能有这么危险的东西呢 自己照照镜子看看 现在谁不像好人啊 我都跟你说了那是摔炮 我哥做个有防身用的 不让你动 不让你动 你非要动 你不是好人 我告诉你 要不是小爷 我这气质早就炸飞了我呢 你去哪儿啊 我找我哥去啊 你去哪儿找他 他被人掳走了 那我就去救他 你去救他 别说你不知道他在哪儿 就算你知道他在哪儿 你也救不了他 我看了一下 你屋里没有留下 丝毫打斗过的痕迹 说明这个人身手极好 十个你都不够他收拾的 我不管我哥在哪儿 我一定要找找他 到山火害我也要去 不是 追不追啊 算了 让他冷静冷静吧 昨夜发生了一连串的怪事 说不定啊 这里面有什么联系呢 走吧 去会会那个便戏法的 不是 陆总理 我天哪 天哪 小子 你在这儿还想跑啊你 你是不是想的有点多啊你 问你呢 跑啊 你在给我跑 你 跟我装死是吧 跟我俩装死是不是 装死了 你 死了 真死了 看样子 是自杀的 不对劲 哪不对劲 嗯 哪儿不对劲 我也不知道他哪儿不对劲 看这儿 这是前朝宫廷禁卫的印记 我在卷宗上看到过 那咱这儿抓的是一个 前朝的余孽 先找到线索再说 拿了块令牌吗 给我看看 你说这令牌 它是不是也是前朝的 不是 我知道哪儿不对劲了 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 他试图想逃跑 这是个求生的人才会有的缝 可是他却毫不犹豫地自杀了 这很矛盾 我刚才那点感觉不对劲就在这儿 完美 那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 我再想想啊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 他有一个不能让我们知道的秘密 要么 在开口之前活着从这儿出去 要么 就只能做一个 不能泄密的死人 你说这郑大人的死 会不会跟他有关系啊 这不好说 但是冯家兄妹一定有问题 那咱们把风如月给抓了 你有证据吗 我 陆萱 我求求你们了 帮我找找我哥吧 我真的问遍了所有人是他的人 根本就没有一个人看见他 冯空空我会去找的 有消息我会通知你的 陆萱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妈帮我再找一找吧 我小的时候 真的家里所有人都不在了 就是我和我哥相依为命 要是我哥再没了 那我可怎么办呀 陆萱 你们要这样的呀 我答应你 你哥 我一定帮你找 好吗 你别哭了 那你要是说话不算话怎么办 那你就跟着他呗 找不到你就监督他继续找 找到了呢 你就 你先相信 说什么呢你 我们去查案子 带个小姑娘算怎么回事 你不是一直觉得这兄妹俩可疑吗 咱现在又没有证据 他这会主动跟着咱们不是更好吗 陆萱 你就带着我吧 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你就带着他呗 他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你来这儿干嘛 来找白小生 他这当铺不仅能换钱财 还能换到消息 他了解京城 就像了解自家户院一样 上之天上月盈缺 下之地下国兴亡 贫在闹市无人问 跪在山林 有远亲 都是混江湖的 给点面子行不行 我告诉你啊 少跟小爷在这卖关子 这小门小店哪敢得罪几位爷爷奶奶啊 你看我们今天这架势就知道我们应该是来 变当兵器 好贱 不是啊 我们是来 走无暖 我们呀 是来给当铺当吉祥物的 你太丑 你太丑 我们是来查案的 知道这是什么 这就一普通令牌 这废话 那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令牌 我们的意思是你知不知道这个令牌 是从哪儿来的 这我哪儿知道啊 秀卫爷 请我来吧 天机不可泄露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还有 还有啊 活人只不死人行 凡是跟我打听过这个消息的人 都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是这 有好自为之吧 他们离开被哄 西南大陆早登极了 你说这活人只不死人行 要不是让我们去死吗 我总感觉这家伙在耍我 凡小生这人虽然爱财 但是我觉得面子对他来说 比钱重要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不会骗我们的 是 多好 大神 你熟吗 这不是那女鬼声音的 什么女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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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女鬼 来啦 老板买手衣 你们哪位亲人 鲜游了 不是 哎 你怎么说话呢你 老板 给我们来三套手衣 本店丧葬一条龙 还有京城大名鼎鼎的风水先生 为您看地 本店的手衣有很多款式 各位客官 请看 哎 这有红的还挺好看的 是吧 嗯 姑娘 好有眼光 这是本店春季畅销款 昨天 刚刚卖出一件 是不是一男的 长得跟大黑耗子似的 是 拿着兽衣 在身上 笔划来 笔划去的 老板 我能试一下吗 兽衣你也要试啊 那我不是 我怎么能知道好不好看呢 兄弟啊 你不懂女人哪 我吃东西 不懂女人 老板 随便拿两件 最便宜的 好 现在年轻人 这么流行 给自己买兽衣 陆萱 你看这像个公子哥 可实际上是个铁公鸡啊 白瞎了你这张脸 多谢夸奖 理性消费 对 你给钱啊 为什么 给 你一直都是这么说话吗 是 真是活见鬼了 活人只不死人行 带着罪名苟且偷伤的人成了死人 他们和城里唯一的链接 只有这里 会不会下棺材了呀 空的呀 有人吗 空的 有人躺过 你怎么知道 闻出来的呀 我 就是这个味儿 女鬼的糊臭味儿 那应该就是这儿了 干吗 不是 陆萱萱 你还真打算今天晚上在这儿过夜呀 你怕 我这 我 我什么时候没怕 那正好机会来了 你躺这个吧 不是 我 这味儿 这 这 这 太味了 我 我 那我 你要害怕的话 就回家等我们消息吧 不行 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找我哥 如月妹子 你来哥这儿 哥这儿宽敞双人的 哥不好理 你不用了 那味儿跟你还是比较大 我就算了 我 那是 真 是 再来 炜 骗子 是啊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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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哒 啊 嗯 哼 哼 哼 啊 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起床了 别睡了 起床了 那烛法成精了 它启动了 咱们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上去吧 啊 啊 你 你们有满目钱吗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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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不够我再给你来一张啊 现在有 别的没有就钱也有的是啊 全给你了 你们不是活死人 他们要的可能不是钱 现在可能会让我跑 对 不 别 狼狼是府里的大人 角度冒犯了 等我会儿啊 陆萱 你说 这刚才咱又没有那块令盘 是不是全那交代在河里 我们刚上竹筏的时候 没有任何意义啊 船开到河中央他们才突然发难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水性好 这说明我们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留下买路前过河 要么死 那你说我哥他能在那里面吗 他不运气吧 小大伙 陆萱 你说 咱这么进去 还能活着出来吗 放心吧兄弟 不管遇到任何状况 我都会死在你前面的 好兄弟 看来 我们想顺利地走出这儿 是要费尽周折了 为什么呀 你们看看这些兵器 粮食 皮毛 还有蝎子 这说明了这里的人们生活 基本能自给自足 不需要与外界往来 我们进来的那条河 两岸也没有渡口 再加上白小生说过 凡是打听过黑泽城消息的人 都再没出现过 所以依我看来 这是做吃人的事 只能进 不能出 那个女鬼是怎么回事 是令牌 令牌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令牌 就是黑泽城 特权阶层的身份证明 只有持有这个令牌的人 才能自由出入 藏好了 挺好的这块玉 可以 这什么地方 你这这这 姑娘 你看这块玉怎么样 这块玉配 昨天才到我们这儿 那是我哥的玉配 这块是好东西啊 他们肯定抓了我哥 好东西啊 这里鱼龙混藏 而且我们不知道他们抓你哥的 真实目的是什么 看玉了 来 探个玉了 来 给你抢 好嘞 这怎么给的是黑石头呢 你看 那个才是人家这儿的货币 你之前那个不管用 咱们先找个客栈 查明情况再说 陆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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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香了 客栈咱先别找了 咱先吃点肉成吧 咱先吃点肉成吧 随便吃点吧 来来来来来 上上上上 来干 好 快点快点 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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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 客官 吃点什么 好酒好肉 你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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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马上安排啊 老板 买单 爷 您不用逃令牌了 这壶好酒我送给您了 不给钱还送去 这种情况很少有 是令牌 爷您慢走 嘿嘿嘿 爹呢 你能见 我继续救回 哎 你怎么谁走就走 他到底去哪儿了 他到底去哪儿了 哦 时间极品哦 听大哥的 别老子滚开 住手 放开这个女孩 让我来 也是小妞 还是您来吧 你大白天出来吓人 我的鸡皮 是 吓我一跳 这还有一个绝世级品 这才是级品 告诉你啊 别动他 我不动他 难道动你啊 别别别 我不耗这个 兄弟 我是在帮你啊 他有风流病 不是 你才有风流病呢 风流病 哦 太好了呀 正好我喜欢 又一个绝世级品 救救我 小心 你这个流氓 姑娘真会说笑 在这城里啊 谁不是坏人哪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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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挺有劲儿是吧 小爷 我今天弹死你 我弹死你 滚 你说谁要风流病呢你 我那是在救你啊 你那是帮大忙 姑娘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多谢姑娘和两位英雄搭敬 客气客气 不觉得刚刚那个罪汉很眼熟吗 我说你怎么不出手呢 你是不是跟他风流过呀 你才跟他风流过呀 他是著名的彩花大盗 京城满街都贴着他的通缉令 你看不到 对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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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印象 所以说 这城里 应该有很多特分 怪不得呢 刚才那个笨蛋说 这里面都是坏人哪 所谓活死人就是活人的死地 死人的活地 你管的是活人还是死人呢 反正咱们是好人 是不是啊 小妹妹啊 这天色也不早了 这里全是坏人 你赶紧回家吧 你们是刚来这黑色城吧 我叫小唐 这城里是没有客栈的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可以去我家住 不用 这 不太好吧 但是我们要考虑你安全问题 那个咱家远不远哪 不算很远 先去看看吧 别掉以轻心 就在前面了 小唐唐 你们这个地方 有没有什么别的小姑娘啊 小山羊啊 什么都有 只有你想不到的 那里啊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京城二来 那你们来这儿做什么呀 我们呢 逃命 对 你是不是那所有女生都没这话 那你一定知道京城的九门府了 你们这个干嘛 那你认识袁征吗 你认识啊 我肯定认识啊 那你们什么关系啊 那你们什么关系啊 仇人 你谁啊 你谁啊 你到底是谁啊 我是黑泽成的主人 各位兄弟 误会啊 误会啊 误会 乃鲁徐 你说你平时不是挺能打的吗 你这回是怎么发挥的你 你不觉得这里才是线索最多的地方吗 很有可能封空空也被关在这里 我哥 先别着急 小唐现在对我们一无所知 先不要暴露身份 不管他问你什么问题 都不要如实回答 一旦他从你那儿知道他想知道的 我们就离死不远了 放肆了啊 走 走 不是 别走 孟雪 走 孟雪 你还给我脚了你 走 快点 孟雪 快走 你就是陆寻 对吧 正是在下 那云征老贼就是你义父 你和我义父有什么过节啊 什么过节 他背叛我 谋害我 若不是因为他的话 我哪里用缩在这个鬼地方 虽然你不是他的亲生儿子 我这杀了你的话 他应该也会很心疼吧 我可以给你个机会 你乖乖回答我的问题 如果你的答案让我满意的话 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去 我要是什么都说了的话 只怕我们会死得更快吧 利荣公主 你倒是聪明啊 若你肯配合的话 或许 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思法 要不我们换种方式 你把你知道的告诉我 我把我知道的告诉你 有点儿意思 好啊 当年有一批人 被冠以前朝余孽的罪名 在九门被劫之后 满门抄斩 你可知道这件事 九门之变吗 刚刚那个戴面具的 是不是和九门之变有关 你是说鬼手 没错 他就是九门之变的姓孙者 你既然都已经知晓了 又何须问我 好了 该我问你了 等等 你何否让我见鬼手里面 如若让我见上他一面 我便知无不达 撑住 撑住 何事 所需炸药都已经完成 马上把它带到那边 去埋放炸药 明白 快点 放开 走 快走 快点 大神 过来过来 帮我拿着 你是怎么出来的 行走江湖 谁还没点手段 快点 洛雪 先逃出去再说 走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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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虾 だら 走 他现在一定在这里 不好 他们要对京城有所动作 咱们得赶紧回去 不是 但我可怎么办 他们抓你哥是为了做炸药 在他没有完成任务之前 他是安全的 我刚才看见鬼少 压着人出去了 应该就是你哥 笑点 解决 走 站住 别跑 站住 你是学习眼儿吧 眼儿道理吗正是 闭嘴 走 走走 来 你们有没有看见三个人出来啊 没有啊 没看到 这里应该就是出口了 是 这几个蠢蛋还不知道小爷就跟在后面 来 那我们把他们解决掉 我们就都回去了 对吧 二位大哥 二位大哥 请问黑泽城的出口是这里吗 我们去看看 去看看 你吃 哦 我迷路了 就是想问问 啊 哎呀 此日此刻 我多么想啃一口大洋腿 就知道吃 陆徐 我想了一下 要不然我还是先回家吧 万一我哥他先回来了呢 那个 你这样 小爷我护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就行 不行 最近京城不太平 一个人回去恐有危险 我送你 你放心 他省心 走吧 走吧 不用 两天不见人影 就不让人来说一声 跑哪儿去了 郑大人寿宴上的烟火石失踪了 我和大山一直在找他 有什么发现吗 那你认识云征吗 你认识 我肯定认识啊 那你们什么关系 仇人啊 人没找到 他是九门议案的独伴 他是九门议案的独伴 他的私活是和那件事有关 好好地调查一下 孩儿知道了 大山呢 他盯着风空空的妹妹呢 大山是和你一起长大的兄弟 是最值得你信任的人 兄儿啊 报案是要多提点的 是吗 我要让他惹祸 还是知道了 我告诉你啊 我上次来你家 就走到这儿 我嘎我就晕了 是吗 还还是 但是我告诉你啊 如月 作为一个真男人 我不能在同样一个地方 连着摔倒两次 对 不是个真男人 我担心是 哦 哦 哦 好 好 师父 你是不是对陆寻产生了感情 弟子不敢 弟子只是想找到哥哥 和卫富血缘 陆寻已经开始产生怀疑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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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醒醒 别睡了 你怎么睡这儿了 我还要问你呢 你为什么打晕啊 为什么 那我不是想着 一旦我哥已经先回来了 他知道你们怀疑他 你又天天跟着我 他当然不敢出来见我了 那你的意思是 你 见着你哥了呗 没有 如远妹子 这个时候你就别挣扎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全看见了 你看见什么了 我看见你刚才在这儿见了一个人 那不是你哥吗 你又不是没见过我哥 我刚才见的人是不是我哥 你自己看不清楚 当然 没 没看清啊 那就不是我哥 那要是我哥的话 估计你现在也见不着我了 那你刚才到底见的是谁啊 我家亲戚 你还有亲戚 你什么亲戚啊 大姨母 你大姨母来了 那你大姨父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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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子 赶紧把剩下的都拿走 来来来 并不尚书正言与词 你把这边收拾了 没有凶器 不见凶手 冤魂锁命 你告诉我那是不是你大姨母 那就是我大姨母 那肯定不是你大姨母 就是 那不是 来了 怎么样 线索找到了吗 正言之词 我要你给我个交代 你凭什么说是我们杀的 你有什么证据 夜叉的出现 我总觉得是故意为了让我们看见 至于他们杀正言的证据吗 就是那天夜里的烟花 这烟花算什么 当然不算什么 但那不是普通的烟花 这 我怎么都听不懂啊 我看见屋顶大梁上有几道心痕 痕迹笔之细长 最嫌娄索用梨花木 留下刮痕绝非易事 再看正言的致命伤 所以我推断是他杀 按花当晚 只有一人能够顺理成章地接见正大人 你是说如月 这怎么可能呢 陆萱 没错 他确实做不到 因为凶手另有欺人 风空空 你说过 你哥是京城著名烟火师 他是烟火师 全京城他的烟花放得是最好的 风空空配置特定烟花并不难 你们兄妹联手 风如月用丝线 风空空顶烟花 以曲为号 里应外合 何谋刺杀朝廷命运 曲中 烟花升空 收紧暗藏 收紧暗藏其中的私心 正言飞至楼外 割后 而凶器 也随着烟花消失的无影无色 你们以为此事神鬼不知 但你哥心急数错了月骨 提前释放烟花 反而留下破绽 一派胡言 这只是你的猜测 你就别挣扎了 人是不是你杀的 这一点我分析的还不是那么透彻 但是有一点我分析的那是死死 那就是 那个肯定就不是你大姨母 因为我明明看到那些一双男人的脚 老实说 你刚才到底见的是什么人 什么见的什么人 陆雪 你不知道吧 刚才他偷偷地打晕我 我就将计就计 我就装晕 后来我就发现 他偷偷地去见了一个人 大山 你去附近的街道 还有屋顶看看 有没有遗落的金属丝线 其中的一段 应该还带有血迹 好 我这就去啊 肯定不是你大姨母 我 说吧 你杀郑妍的动机是什么 我 大山我已经支开了 告诉我 我和我哥 都是当年九门之变的遗官 当年郑妍待人闯进我家 要将我家全部灭闷 我和我哥哥好不容易才侥幸逃脱 我们杀了郑妍 只是为了报仇 我们有什么错 怪不得人们常说命运弄人 我以为当年的幸存者 只有我一个人呢 没想到你们也和我一样 陆雪 你也是 是 所以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在寻找真相 你和你哥 是不是认识夜叉 你刚才见的人是不是他 我们真的不认识什么夜叉 我刚刚只是去见了我师父 我师父他 也是九门之变的幸存者 当年 就是他救了我和我哥 对了 师父说当时的案件 和一道密令有关 只要能找到那一道密令 就能证明他们的清白 这个陆雪啊 非得让我找什么金线银线 这是正常人能找着的 我要能找着 我都管你叫爹 这 喂 血 我这是缺爹吗 我这是 出来吧 怎么是你 怎么是你 奉承主之命 斩草除根 我哥哪儿去了 他就能藏哪儿 陆雪 小心 你 师父 你终于还是出现了 看来 真的是为了密令而来 没错 你又是谁 我是向你索命的冤魂 我爹的剑 为什么会在你这儿 你是陆风大哥的儿子 你是谁 我是你爹的首相 当年九门事变了幸存者 当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当年 丽蓉公主以龙脉宝库的财力 拉党结派 意图复国 皇上欲将其铲除 建立了以你爹为首的鬼门 当时 还只是九门内的云征 不知从哪里得到情报 待人找到了丽蓉公主的藏身之处 竟在一夜之间扫清了前朝余孽 鬼门的使命 移情结束 皇上让我们将十八道密令 送给各个藩王 行动的那天 鬼门的各路人马 分身遭到一个怪人的截杀 死人正是夜叉 其中十七道密令被夺 你爹拼死保住了最后一道密令 却不了引火烧身 等我醒了之后 就已经到了黑泽城 鬼门中人 都已经被狗皇帝判为反贼 抄家灭门 除了黑泽城 你无路可去 我要你帮我办一件事 杀了元征 云大人 这狗贼骗我 说是为了帮助我复国 结果 骗取了龙脉宝库的入口所在 以九门提督之职 控制狗皇帝 对我们赶尽杀绝 龙脉宝库 那是我朝国库 如今被云征那狗贼独占 只要你帮我杀了云征 你的仇 我替你来报 我要亲手杀了叶叉 告慰陆大哥的在天之灵 当年反贼名单上 哪一个是 李正 爹 爹 爹 我是常乐 常乐 常在广东 安身为乐 常乐 是 你还活着 常乐 疼不疼 没事 爹 陆萱 刚才那人是我师父 就是你们说的夜叉 当年 正言带人来抄家 我和哥哥躲进水缸 走 我有办法帮你们报仇 但是你们要听我的话 当年他救了你们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 利用你们 找出秘令所在 当年师父说 只要能找到秘令 就能证明爹你的清白 糟了 那个秘令 那是假的 那只是一个幌子 当年我爹把秘令交给我的时候嘱咐过我 如果爹不能活着回来 把这道秘令藏好了 我要跟任何人提起 更不要打开它 记住没有 记住了 爹 我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了也夜叉现身 当年皇上 为何下秘令给哥哥翻亡 李叔叔 你知道秘令的内容是什么吗 除了皇上和你爹 没人知道秘令上写了什么 看来 是时候取出秘令了 我有种直觉 这秘令的内容 或许能够阻止丽容公主 你们抓风空空 就是为了炸皇城对吧 对了 爹 空空呢 她是长安啊 爹 糟了 丽容公主已经带长安去买炸药了 我得赶紧把她带出来 我跟你一起去 爹 我也去 长乐 你受伤了 不能去冒险 爹 我不要再跟你分开了 长乐 不行 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夜叉一旦发现密令是假的 一定会再盯着我 只有你去取密令 他才不会有所怀疑 我和你爹去救空空 龙脉宝库的入口 怎么在这么偏僻的地方 莫非 这城内还有另外一个出口 是的 龙脉宝库里有一个密室 密室有两道门 一道是连接京城的入口 另一道就是连接这里的出口 难怪当年小唐躲归了追捕 看来 他没有把这个秘密告诉我义父 我义父他 他是不是和当年的事有关系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当年杀人的是夜叉 奉旨灭门的是正言 我没有听说过云争宇这件事有关 当年我们鬼门专为皇帝调查前朝与孽 前朝的威胁是清除了 鬼门自然会成为下一个威胁 皇帝有充分的理由将我们鬼门 斩草出根 你不觉得鬼门只是牺牲品吗 所以你帮小唐炸皇城 不仅仅是为了报救命之恩 也是为了报灭门之仇对吧 没错 我的孩子们现在还活着 目前对于我来说 只要他们好好活下去 比什么都重要 来 他们已经来了 这边 是 别动 这些都是精卫毒蜥 快走 好 走 行啦 到这里就安全了 他们不会追来了 当年前朝皇室就是发现了这里 才决定让龙脉宝库连接京城内外 成为一条逃生的后路 太监来了 跟我走 走 放开我 走 放开我 你答应我买好炸药就放了我 怎么可以言而无信 是你太天真了 一起炸了吧 免得结拜生枝 是 你这个卑鄙的女人 走 你不得好死 放开我 长安 大山 我不是让你把他给杀了吗 带他来这里做什么 城主 陆寻是我大哥陆锋的儿子 我不能杀他 还有空空 他是我儿子长安 求你放了他 求你放了他 既然这样 我答应你可以放了 不过你要看好他 别坏了我的大事 谢城主 可否把大山也放了 他可是我最重要的爱 是我留了十几年的气 误会啊各位兄弟 误会 误会 你让我把他给放了 做梦 城主 妹妹 妹妹你没事吧 你ель家被他拿走了 卑龙公主 别来无恙 休想破坏我的计划 你杀我兄弟 我让你血债血肠 尝 我去救大神 你们自己小心点 大神 大神 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哪啊 陆玄 大神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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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这是前朝公平经历的印象 我和我哥 都是当年九门之殿的人 他还是我最重要的吗 真的是你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我只是怀疑你 不知道云征从何处得到消息 你一夜之间肃清了所有前朝余念 那是我朝国库 如今 被云征那狗贼独占 你早已复可敌国 再有范王的兵马便可谋权篡位 你已是堂堂九门提督 为了能登上皇帝暴走 不惜杀害昔日同僚 还要办成不人不鬼的夜叉 我一直都希望 是我错了 我跟大山从小一起长大 你让他接近我 不是因为只有我 知道密令的下落 这十五年来你把我养在身边 难道只睡了得到密令吗 正言之死也是你故意设计 好让风氏兄妹接近我 套出密令所在 没错 现在我已经拿到密令了 都去死吧 好 都去死吧 今天 就是你的死期 来 站住 爹 你们去除夜叉 赵本上给我 小心点 放心 走 走 爹 你让我跟陆萱实时向你汇报 快走 我是为了帮你监督管理九门 走啊 爹 爹 你放开我 陆萱还在里边呢 我得去救他 夫人之人难成大戏 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废物儿子 爹 陆萱 从来我没求过你陆萱 但是这一次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爹死啊 你知不知道 你这禽兽不如的爹 毁了多少家庭 杀了多少人 这杀父之仇 灭门之恨 今天必须做个了断 今天要是你死了 就当为我父母报仇了 要是我死了 就当还你这十五年来的养育诊 你这个心意 我收下了 住手吧爹 住手 seinem 你干ливо 爹 英 Club 团人 大 rol 都是公司 你再动 我就杀了他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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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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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等你 我没能救下陆大哥 还好 今天救了你 答应我 照顾他 我答应 我答应 陆寻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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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征死后 皇帝龙颜大悦 妈 等等 你 你 过来 参赛 回 rho 他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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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